昨天放学时间,门口有一个小学生掉了一个包,那两个小朋友跑得飞快,燕燕捡起来,立马大喊 这个时候留下我们五个人蒙圈状态,不知道发生什么事,怎么燕燕一直在跑,听她喊的内容应该是捡到东西了,但是怎么追都追不上 燕燕跑远了,孩子她爸不放心追了上去,这个时候燕燕回来了,但是手上没东西,问了她有没有追上小朋友 她说没有,接下来的画面拍不到,就是,还她爸在燕燕掉头回来的那个地方,转了好几圈都没找到 最后翻了垃圾桶找到了那个包,打开一看竟然有五六百块钱,这个时候一个小学生很着急的跑回来 我问她是不是掉了东西,她说是的,然后就问了她一些情况,指引她往前走 这个时候还她爸也刚好回来,碰到小朋友确认了,就还给她了 虽然一句谢谢也没说,但是心里也庆幸,还好是被我家燕燕捡去了,否则在别的地方掉了 被有些人捡去,恐怕就不还了,过了一会丢钱包的小朋友,她的同学来道谢了 聊了一会,小朋友回家了 然后我就采访了一下燕燕 燕燕,你刚刚在那里是不是只能一个包呀 这包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 绿色 下面画的是恐龙 恐龙,那你是看到的是水掉的吗 哦,是大姑娘说他们掉的 掉的,你就是追他们是吧 追他们,然后你追到了吗 他们不懂我的话 哦,你跟他们说话,他们老是不听你 你跟他会不会跑得累不累啊 然后他不理你是吧 所以他没送到是吧 嗯,然后我都扔掉了 哦,扔掉了是吧 哦,你说东西没人要了,就把扔掉了是不是 原来燕燕是认为东西脏了就要扔垃圾桶 哦,你以为那个机缘伤了不能要是吧 嗯 哦,以后你知道吧 这吃饭了 哦,吃饭了 那个东西掉了,他可以给他灰打干净还是要了,知道吧 以后你就把它拿回来 可是我打不干净呀 我知道,因为你那个哥哥掉了,这个很难过 他肯定会回来找的,知道吧 你把扔掉了一层的话就别人前走的,就这也找不到,知道吗 好,进玩吧 燕燕好样的,为你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上